我是京圈商业低少,却甘愿隐姓埋名站在他身后,为他披荆斩棘,扫出一切障碍,待他公司即将上市,他立即官宣,对象却不是我,从今天起,我会让你们两个贱人一无所有,生不如死,如有为此事,天打雷劈。 然小是个自立自信有梦想有追求的女生,她一直都有个梦想,就是自己创立一个上市公司,为尊重她我从一毕业就默默站在她身后,支持她,心甘情愿地为她的梦想铺路,从毕业那天开始,她做我女朋友,直到现在已经三年,三年间我们租房子都是一听两事,我从没碰过她,因为我尊重她。 到后来有钱,买房子,我们俩也是一人一个房间,她的一切饮食起居,都是我搞定,她只要专心工作就可以,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,只要公司一上市,我们立刻结婚。 她说,我是她的初恋,我信,她说,她的第一次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,我也信,而且充满期待。 她说,如果有一天要她在公司和我之间选择,她会毫不犹豫选择我,因为我就是她的全部。 她说,在她生命里,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替代我,这些都亲自出自于她的口,我坚信不疑,我把这些话当作承诺,创业之路并不好走。 她也曾多次想要放弃,是我的坚持,让她看到希望,没钱,我想办法搞到钱,没有业务,我陪酒,喝到不省人事,没有人才。 我亲自跑人才市场面试招聘,我和她是全公司公认的最佳创业伴侣,是典型的郎才女貌,在公司我是全能型人才,在家我是全能保姆,她只负责发号施令即可。 当得知公司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上市,并且即将被批准上市的时候,我们开了个Purruti,她当众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公司终于快要上市了。 当即Purruti气氛爆棚,我们激动的快要落泪,第二天,我还是马不停蹄的去出差,只要把这个项目敲定,上市的事情基本上是十拿九稳,一个星期后,我带着战绩归来。 却发现公司的气氛有些沉闷,破天荒的,这次开会的对象是整个总部所有人,在大厅里面挤满了人。 作为公司副总的,我居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,知道我出差回来上班,什么事情要当着大家的面说,我心里有些疑惑。 不过,基于对然小的信任,我没有问,只需静观其便即可,然小站在上面,连气质都发生了变化。 跟我熟悉的那个已经不一样,顾峰你上来。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,这个陌生男人,他很有礼貌地来到然小身旁,然后对大家礼貌问好。 看到他站在然小身旁,我心里很不适滋味,但只能忍着,先看看情况,然小也看了我一眼。 眼中居然透露着一丝歉意,我心中一沉,什么意思? 我在看他的时候,发现只剩下一脸的冷漠,顾峰是海归博士后,专攻金融方向,这次他来我们公司,担任公司副总一职。 顿时整个公司落真可闻,顾峰担任公司副总,那我呢,包括我当时都脑袋空白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这是过河拆桥。 而且我从他们两个对视的眼神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,那杨云副总呢? 还是有人忍不住问了出来,我也在看着他,我想要一个答案和解释,没想然小黑着脸,赤赫,从现在这一刻开始,顾峰就是我们向阳集团的副总,大家听明白没有? 我的心如坠冰窖,一股寒意在体内越来越冷,一会儿,我会让杨云跟我进行工作交接的,大家都回各自岗位工作吧。 顾峰微笑看着我,然小也默认了他的发号施令,杨云,到我办公室一趟。 他的语气已经变成发号施令,这还是我认识的然小吗?还是我的女朋友,是将要跟我结婚的人吗? 我和然小在大三的一个联谊会上认识的,当时觉得他很有思想,身上散发着无比自信的光芒,瞬间被他所吸引。 于是我对他展开疯狂的追求,历经半个学期,他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。 我想毕业之后就亮明身份,并且求婚的,后来了解到他的梦想,我便一直隐瞒身份,做一个隐藏在背后的人,默默地支持他。 他最终也默认了我充当这个角色,渐渐地我们就变成别人眼中的默契。 他也一直是个情绪稳定的人,也就更加让我放心,让我始终认为,我是他的第一个任男朋友,对此,我就更加死心塌地。 直到今天,我发现这个顾峰可能不是表面那么简单,特别他和然小的关系,不过相信谜团很快就要揭开了,估计也是他一直以来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吧。 我推开无比熟悉的办公室那扇门,看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景象,顾峰正坐在然小的位置上,悠闲自得。 然小站在一旁跟他闲聊,看到我,他们两脸色一正,齐齐转身面向我。 此时我已经大概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了,顿时内心无比的绞痛,我没有掩饰自己的表情,我现在就是很难受,但我需要一个解释,顾峰慢悠悠地站起来,对我说,杨云,不好意思,我回来了。 他一直都知道我的存在,我把目光转移到燃小身上,只见他深呼吸一下,开口对我说,杨云,把工作交接一下吧,我会补偿你的。 这么多年,居然连一个解释都不舍得给,我冷笑一声,你打算拿什么补偿给我?你跟他什么关系?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问出来,即便是不可挽回的结果,我也要知道明确的原因,好让我彻底死心,他好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的样子,对我说,我跟顾峰是竹马,现在他回来了,过来帮我。 所以,我希望你能理解我,真是好家伙,连个对不起都不愿意给我,女人绝情起来,可真是六亲不认,我几年所有的毫无保留的付出,竟然换来一句,希望你能理解我,这是顾峰跳出来,为燃小姐为了,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,如果你真的爱燃小,就要懂得成全。 说完还对我挑衅的笑了笑,他现在可谓是春风得意,我辛辛苦苦努力的结果,他只要轻轻一出现,就能得到,我还得乖乖地拱手向让,你就那么心急吗?还是说那么害怕嫁给我? 然小,被我问得哑口无言,杨云,小小口头说说而已,你还当真了? 我们之间说过的话,顾峰居然都一清二楚,看来我真的是个大头渊。 我看向燃小,他说了句人是会变的,把我糊弄过去,虽然气愤,伤心,但该做的,我一定会做。 这多多年的锻炼磨炼,可不是白费的,我很轻易地就让人调查到顾峰这些年在国外的所作所为,诈骗,黄,毒,毒,卷款跑路,最后混不下去才回国的。 没想到燃小把他当保,因为不甘心,第二天,我就把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他,对此,我跟燃小还在办公室大吵一架,他断定这是我由于不甘心而做出对顾峰的污蔑和攻击,现在我还是你男朋友,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? 哈,我的脸火辣辣的,他居然因为这事情善我耳光,我感觉到嘴角有一丝热流渗出,下意识地用手去抹,他看到我嘴角的血。 终于露出那么一丝差恶,从现在开始,我们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,还有,你也不再是向阳集团的副总,所以以后请你自重,我的办公室你就不要随便进了。 哈哈,好家伙,好家伙,我当场就哈哈大笑起来,像我杨云堂堂京圈商业第一少爷,居然被这样净身出户了。 我去你骂,我狠狠地一巴掌甩过去,谁他妈给你脸了,你有什么资格打我? 贱人,从今天起,我会让你们两个贱人一无所有,生不如死,如有为此事,天打雷劈。 燃小被我一巴掌扇倒在地上,他出现短时间的惊恶,最后指着我疯狂大叫,杨云你给我马上滚出去,以后我都不要再见到你。 很好,他们两个已经成功激起我体内的热血,既然你不人,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,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。 我再没有必要这种人渣浪费再多的资源,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而燃小和顾丰更加是,我回了烫家,可把老爸老妈高兴坏了,老爸拍拍我肩膀,还跟我小喝几杯,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的情况,看到没有,社会就是这么现实,特别是一些渣女和渣男。 我点点头,敬老爸一杯,一切都在杯酒中,要不要老爸出手。 我说不用,反而还有可能为我们家的产业拉拢一些人才呢,爸妈都说我确实长大了,集团的一些事情可以放手让我去管了,有了自家的资源作为靠背,我要弄死他们就更加轻而易举,在家小住几天后。 我回去一趟跟燃小住的地方收拾东西,当我打开门,看到辣眼的一幕,他们居然正在做爱情的剧烈运动。 好一个在我面前矜持无比的高冷女总裁,没得想到在别人面前是如此的开放和放荡。 我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,一想到这么多年的努力居然为他人做嫁妆,我要彻底弄死他们的意念就更加强烈了,被我撞破他们的好事,起分一度无比尴尬。 不过燃小很快就反应过来,指着我,你出去。 我笑了,你特么有病是吧,出去的应该是你们,这房子我买的。 我毫不犹豫地抄起燥把,毫不留情面地赶出去,然后叫人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出门外,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不由一阵失落,掏心掏肺这么些年。 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,轻轻松松被人一个现身就夺取,还被人绿了,这口气,绝对不是我一个顶级富二代所能厌得下的,我给之前的心腹联系了,他们的业务能力都很强,我直接告诉他们,我就是京圈顶级豪门阳市的唯一继承人,如果他们有想要发展的,可以跟着我,没想效果意外的好。 向阳集团开始出现较多的人员跳槽,一时间,顾峰这个新任副总盟的焦头烂额,接着之前跟向阳集团合作的一些企业,也开始出现跟他们解除合作关系,最最最最关键的时候,我那个重要出差所谈的业务,顾峰根本搞不定,人家就是不认他,搞得然小,不得不亲自出马,结果还是一样,灰溜溜地回来。 人家表明说了,这个业务非我不合作,终于,他给我发信息了,下午三点来趟我办公室,还特么脸皮厚,都这个时候了,还用命令的语气对我发号施令,您是哪根冲啊? 我爽快地回他一句,您的办公室,我没有资格进,现在我时间多的是,我就是想要跟你们好好玩玩,时间地点拟定,我们聊聊。 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,可惜我不接受,求人就这种诚意。 信息发过去之后,很久他才回复,问我想要怎么样,我让他带顾峰一起过来,他居然很紧张地问我,想要干什么,都这个时候了。 他还护着这个海归白月光,我说我时间有限,明天下午三点,在艾可咖啡馆,过时不后,死到临头还在装杯,我可不会再灌着他,下午三点,燃小和顾峰准时赴约,毕竟。 他们不得不来,看见他们的时候,我居然在燃小脸上,看到一丝疲惫,不过我是不会心疼的,那是他自己咎由自取,这也只是开始,好戏还在后头呢,找我,是想跟我救情复燃吗? 燃小脸色一变,表情相当地滑稽,不过顾峰还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,双手将燃小的手捧在手心之中, 杨云,觉得这有可能吗?我点点头,哦一声,原来不是啊,说完我站起来就要走,被燃小叫住,我想你帮帮我。 我气一声,直接对他们来求人就求人,不要一上来就秀恩爱,那样让人很恶心,不是有句话这样说的吗?秀恩爱,死得快。 那是把他们两个气的。 恨不得把我生吞,但又如何,还不是得忍着,我就很享受他们这种表现,我故意让他们说想我帮什么忙,就是上次你出差谈的那个业务,他们说非我不合作。 我连忙故意谦虚地说,不可能,他们看中的是向阳集团的潜力,所以要拿下那个业务并不是很难,更何况你身边不是有个能人吗? 海归博士,小小业务,有何难度,看着顾峰那不自然的表情我心里可乐着呢?就你那样,吃喝嫖赌还行,没想,他自己要跑出来做妖了。 杨云,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,小小找你,是因为你还有一点价值。 更何况,你手上现在还有向阳的股份,你也不希望向阳度不过眼前的难关吧? 既然有人伸脸过来,让我打,我不抽,岂不是很对不起他?你不说我还忘了,我手上还有向阳集团的股份呢? 人小似乎就没有这么白痴,直入主题,今天找你来,其实就是为这两件事。 一是如何将业务拿下,二是怎么处理你手上股份的事情。 所以呢,我在等他的方案,见我没有表态,然小继续说,我希望你能够再为向阳集团跑一趟,把业务拿下。 拿下业务,我能得到什么好处? 业务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提成。 我微笑得摆摆手指,表示,我现在不缺钱,要不先谈第二个,我手上的股份。 好。 顾峰两眼放光,一下子就答应先谈这个市场价的五倍。 什么? 顿时顾峰就站起来,指着我,杨云,你不去抢。 七倍 我懒得废话,这可是文妥妥赚钱的时候,虽然这些纸能够作为我的零花钱,但我就是想要,他们越不想给,我就越想要,就这么简单,杨云你。 十倍 顾峰刚想再次发作,被燃小拦住,我答应你,就当作给你这几年的赔偿。 这个回答我很不满意,于是又提出十二倍。 燃小强压怒气,问我为什么,因为你的描述我很不满意,我们现在是正在做交易,不涉及其他任何的。 燃小异咬牙答应下来,以高于市场价十二倍的价格,回购我手中的股份,接下来就要谈第一件事,如何让我帮忙拿下那个业务,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,帮我渡过这次难关。 我再次提问,我帮你,我能有什么好处,我讨厌被人欺骗,而你就刚刚好骗了我。 你说我是你的初恋,结果现在出来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。 你说公司上市,就立即跟我结婚,结果公司还没上市,就甩了我。 你说你的第一次要我,结果是在我的房子里,跟别的男人上床,给我在头顶种上一片草原。 你倒是说说,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帮你? 然小被我说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,如此一个渣女我以前怎么就没看透,杨云我劝你不要太过分了,你刚从公司拿走那么多钱,现在让你帮一下忙怎么了? 我反驳顾峰,你不是很有本事吗?你去谈啊,何必让自己的女人委屈求全? 顿时顾峰就停止了她的语言输出,哦,我想到一些条件,就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。 顿时两人眼中又有了光芒,你先说。 然小似乎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,就两个条件,答应其中任何一个,我就答应你们。 两人顿时来了精神,等待着我提条件,第一个嘛,你们互扇对方二十个巴掌,说对方是贱人。 顿时燃小就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怒视着我,你这是在侮辱人。 我丝毫不在乎她的怒气,反问她,你们在我房里做那种事情的时候,怎么没想到是在侮辱我呢? 你在公司将我踢开时候,怎么不考虑是不是在侮辱我呢? 燃小再次背对得哑口无言,这时候顾峰赶紧过来救场。 这个条件,我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,说第二个看看吧。 我忽然笑了,看着顾峰说,这第二个条件嘛,也很简单,就看你舍不舍得了。 当然了,也要是她答应才可以的。 他们两人看着我,期待我的第二个条件,之前我为你付出那么多,你陪陪我不过分吧。 顿时两人脸色变得无比精彩。 杨云,你这是趁火打劫。 我摇摇头看着顾峰,嘖嘖,你看,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。 有本事你去搞定啊,那样就不用把女朋友拱手送给别人完了。 燃小红着双眼,泪水哇啦啦地直往下流,你就真的要以这种方式得到我吗? 这是顾峰赶紧拉着她使手说,不要答应我,我的条件就这样,看你们的选择了。 我的态度很强硬,内心无比的爽歪歪,你燃小算什么东西,还有这个顾峰,人渣一个,你们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 好,我答应你,我当被狗咬一口。 嘿嘿,你想我还不愿意呢。 哇,这么勉强啊,那我改主意了,我公司那么多男的,你每个陪一个晚上,业务我马上帮你搞定。 别说他们俩的表情有多丰富了,当场就像把我生吞一样,不过我不在乎,我就是要看他们求而不得的样子, 你们不答应我磕走了。 我内心那个畅快啊,大步走出咖啡店,留下他们两人,在那愤闷不已,回到公司,我立即让人放风给燃小他们。 杨氏集团唯一继承人,将在后天举办正式的继承仪式,也特别交代,让他们能够弄到一张请柬,作为入场的敲门砖,很搞笑。 他们刚刚拿到请柬,顾峰就忍不住给我发了图片,正是我故意让人留出给他们的入场请柬,图片下面附带一句话。 杨氏集团唯一继承人继承仪式入场请柬,这不是在提示我,他们跟杨氏集团攀上关系了吗? 先让他们得意几天,希望越大,失望会越大,这样才会更加过瘾。 实际上项阳集团如今是热锅上的蚂蚁,必备的条件一直迟迟没有落实,他们也终于尝到苦果,太过早对我下手,有些事情看似什么人都能做。 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是天和地的距离,海归博士后就一定会比普通大学生能力要强吗? 不一定,任小叔在他的恋爱脑,现实与理想,他选择理想般的生活,所以现在现实生活开始慢慢地折磨他。 毕竟已经没有我挡在他前面去承受那些残酷的现实,现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要彻底将他们弄死,只不过是打个响指的事情,但我没有这么做,我要他们一辈子都记住,没有我,他燃小什么都不是,没有我,他的自信和能力不堪一击, 他能有今天的一切,皆是因为有我,很快就到了宴会的时间,我再一次收到顾峰的微信,图片是宴会的门前,无数的豪车整齐霸气地停泊在周围,然而他们想不到的是,在门口居然可以看见我,此时我正在很有礼貌地欢迎每一位进场的客人,你怎么也在这里? 然小第一眼就看到我,并且感觉到有些疑惑,哼哼,真想不到你居然在这里充当接待生,顾峰说完很得意地拿出请柬递在我面前, 看好了,这是我的请柬,说完在我耳旁低声说,你猜如果我们得到杨家的支持,会不会成功上市? 果然,人一旦要是有了梦想,整个人都会显得生机勃勃,不过我也不否认杨家的实力,如实回答他,有杨家的支持,你们当然可以如愿上市。 顾峰很满意地用力拍拍我的肩膀,所以,今晚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 人小挽着顾峰的手,抬头挺胸骄傲地走进去,这时候,助理过来告诉我,邀请名单的人都已经来了,我转过身,后面的大门缓缓闭上,所有人都知道,宴会即将开始,宴会正式开始,我老爸老妈秀恩爱式地互相挽着手出场,顿时掌声不断,简单地开场白之后,开始了宾客自由活动环节。 我看到有人领着燃小跟顾峰来到我爸妈跟前,然后开始介绍,其实他们两老早就已经从相片上看过俩家伙,只不过他们修养极好,没有当面拆穿而已。 他们两个真是年轻有为,年纪轻轻,就已经把向阳集团打理得整整有条,并且很快就要上市了。 哦,恭喜恭喜。 然后介绍人就开始隐约地提示,现在他们向阳集团想要上市,还欠一点点东风,好好好,我知道了,呵呵。 我老爹爽快地告诉他们,他知道情况了,不知是对方领悟水平低还是怎么样的。 他们似乎理解为,阳务集团会支持他们,顿时他们就笑得见牙不见眼,特别是那顾峰,简直就想挑哈巴狗,只不过待会儿见到我,会不会事态乱废。 对于这种顶层的宴会,一般的大佬都不会错过,这活生生的,就是一场资源的交换,谁都会很乐意过来参加。 一番自由交流相互认识之后,宴会开始进入正式重要环节,宣布阳势集团正式继承人,之后,继承人将会跟在这里的各位相互友好交流。 我端着酒杯,踹着自信的脚步走过去,杨云,你过来干什么? 这时然小,也皱眉看着我,一脸的不悦,杨云,这种地方不是你该来的。 我直接无视他们,继续向前走,毕竟我老爸老妈正在前面和几位大佬谈笑风声,作为晚辈,自然要过去接受他们的替耳面瘦一番。 杨云,我说了,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,顾峰居然挡住我的去路,顿时我跟他成为整个宴会的焦点。 好啊,那你说说看,为什么这里就不是我该来的地方? 估计这里大多数都是认识我的,他们都面面相去,这究竟怎么回事? 明明我才是今晚的主角,这时然小也作死搬来到顾峰身旁,看着我说,因为你的身份,你的地位,你的实力,不允许你出现在这里。 顿时宴会就热闹起来了,笑声不断,这跟想象中的场景不一样啊。 然小跟顾峰有点摸不着头脑,因为发现周围的人好像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,然小深呼吸一下,来到我身旁低声说,我这是好意提醒你,我希望你马上离开。 我笑着回他一句,白痴,然后大步来到老爸老妈身旁,宴会最重要的环节开始,大家晚上好,相信大家也都见过,这就是我的儿子,杨云。 也就是将来杨氏集团的唯一正式继承人,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杨氏,支持我的儿子。 然后就是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,在掌声消停之后,我也开始了我谦虚而又有力的演讲,同时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。 毕竟我老爸在此之前,早就将我如何把向阳集团一点点做起来的光辉事迹告诉了他们,我的实力和智慧正好验证了那句话,虎腹无犬子,杨氏集团交到我手里,绝对不会现在差。 反观燃小和顾峰,得知我的真实身份之后,失魂落魄,渐渐退到一个没人的角落,随时准备开溜,但我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? 大家好,现在我来介绍一下,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个人。 我把目光看向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燃小跟顾峰,大家也顺着我的目光看去,眼里的细血是那么的明显,那两位,女的叫燃小,做了我的几年女朋友,不过我没碰过她,因为我尊重她,她说结婚后才让我碰她。 说完当场就挖胜一片,然后我接着往下说,跟她一起,叫顾峰,海归博士后,也是燃小的青梅竹马白月光。 自从她一回来,燃小就剥夺了我一手打拼起来向阳集团副总的位置,他们还迫不及待地在我买的房子里面进行爱情的剧烈运动。 如今,他们向阳集团想要上市,发现没有我,根本冲不上去,又来求我。 大家说我能帮他们吗? 今天他们出现在这里,也是想得到我们阳市集团的帮助,大家说,阳市集团该帮他们吗? 脸色苍白的燃小,一下子坐倒在地上,他惊恐地看着我,想必他也知道, 经过今晚,向阳集团即将要面对是什么,而刚刚极力向我老爸推荐他们的那位,此时也是满头大汉,不过我可不会手软,有些布局其实早就已经开始,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,自然不会客气,燃小强行站起来,跌跌撞撞来到我身边,挽住我的手臂。 杨云,我知错了,我知错了,回到我身边,我一定会对你好的,为了我们的将来,为了向阳集团。 我冷笑,向阳集团在我面前算个屁,你在我面前,连个出来卖的都不如。 你的身份,你的地位,你的实力,不允许你继续留在这里。 说完,我让工作人员将他们两个丢出去,免得扫大家的心,毕竟,这种地方,他们没资格再继续待着,可我没想到,燃小居然没有走,一直在门口等着我,孤零零的只有他一个人。 看到我,立即靠过来,被我完美避开,杨云,你就这么讨厌我吗? 我呵呵一笑,我现在就这么有魅力吗? 不知怎么的,现在看他居然有种想要反胃的感觉,只有你愿意,我可以立即跟顾峰分手,我把整个都交给你。 我赶紧摆摆手,我闲脏。 燃小再次可怜楚楚地看着我,想要抱我,我用力将他推开,你不是说要把第一次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的吗? 燃小被我问得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我,我可以去医院再做一个的,我再给你,可以的,是不是? 我擦。 这是什么话,真是刷新我的三观。 同时,我让助理把资料拿过来,我把资料递给燃小,那是顾峰回国之后跟其他女人鬼混的证据。 燃小当着我面打开资料,迅速地浏览着,脸色越来越难看,你其实可以把这些当作是我对顾峰的污蔑,图片都是我找人屁的。 说完,我便离开,他想要继续纠缠,我的助理将他拦下,现在我跟他完全是不同的层次,他想要当面纠缠我,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身份和实力。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,我当然会在后面默默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 果不其然,燃小回去之后,在酒吧找到正在与其他女人鬼混的顾峰。 两人当场在酒吧就动了手,燃小被打得像猪头,燃小被打之后居然给我打电话。 我看都不看,但也不拉黑,给点希望,绝望才能更加凸显。 第二天,燃小就收到顾峰的分手通知,经过那晚的事情之后,顾峰彻底地看不到向阳集团的任何希望,所以果断地提出分手,并且还带走了一大部分资金。 这可使得向阳集团雪上加霜,本来顾峰拿着资金想要逃出国的。 奈何我早已经收集证据,他还没上飞机就被捕,戏毒贩毒,还参加赌博。 现在这样,法治社会怎么能容忍这种人继续逍遥法外? 不过这些燃小是事后才知道的,他被顾峰分手之后,再次约我出来见面,我如约而至,不为别的,我就想要看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。 他一看到我坐下,立即伸手过来,想要握住我的手,被我避开,我跟顾峰分手了。 我知道,燃小有些意外,他还带走了向阳集团的部分资金,现在向阳集团已经处于快要破产的边缘了。 他哭着跟我倾诉,我静静听着,心里却乐开了花,早知如此何必当初,所以呢? 他看着我,又想抓我的手,我又怎么能让他如愿,杨云,帮帮我,让我们的向阳集团上市,你回来做副总好不好? 我冷笑问他,你觉得我作为阳市集团的继承人,还稀罕做一个小公司的副总吗?谁给你的自信? 然小能在当场,他还是他,而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我,现在的我,他已经高攀不起,曾经他对我感情的玩弄换来今天的报应,我不要你做副总了,你帮帮我,帮我渡过难关,求求你了。 我厌恶地看他一眼。 你应该求你的青梅竹马顾峰,他回来的时候,你甚至连一句对不起都不愿意给我,可想而知你是有多么的讨厌我,现在来求我,是不是很假? 我就是要戳他的痛楚,因为这是他曾经给我的,既然做了,就要付出代价,不是的,杨云,我真的知错了。 求求你帮帮我,舅舅向阳集团,他也是你的一番心血啊。 哼,我的心血早已经喂狗了。 我站起来冷冷看着他,心里没有任何一丝怜悯,这种人不值得可怜,假如你再给他机会,你最后得到的也一定是他狼心狗肺的背叛。 对于这种人,要么没有任何一丁点交集,要么彻底将他击溃,让他永远没有出头之日,而我选择后者,只不过属于我的东西,我绝对会拿回来。 因为留给你,只会是资源浪费。 人小开始还没有领悟我的意思,接着就瞪大眼睛,连爬带滚地跑过来,想要求我,你不可以这样做的,向阳集团是我的心血,你不能拿走他的。 我懒得再理会这个人,因为今天之后,我们能有交集的机会,估计很好很少,甚至可以说没有。 临走的时候,我助理再次给他一个文件袋,里面还是装着关于顾峰的一些资料,顾峰捐款走人,但没能出境,他被捕了。 经过检查,发现他很有可能在长期出去鬼婚过程中,染上某些不能治愈的风流病。 看完这些,燃小脸色苍白地软倒在地上,嘴里不停嘀咕着,不可能的,不可能的。 我没有可怜他,回去之后,我开始收网,向阳集团没有成功上市,而是宣告破产,被我收购,成为的囊中之物,顾峰卷走的钱。 我也一分不少地要了回来,我还拿出他在任期间挪用公款的证据,他所要收到的惩罚也将要更加重了。 后来听助理说,燃小蜂了,嘴里一直唠叨着,要把顾峰这个混蛋给杀了。 自从那以后,我不再关注他和顾峰的任何消息,因为已经彻底没有了交集。